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快报 这期的快报没有一些特别劲爆的新闻 主要是我想跟大家聊聊 现在全球经济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我们看到中国的最新的GDP的数字出来了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这个季度暴跌6.8% 平时都是增长 按照官方数据增长6%左右 现在是暴跌6.8% 是负的 当然了 在之前有没有6% 这个是很大的疑问 中国的数据向来是造假 所以这个GDP的数据我们不能相信 但是这个负的6.8% 是有可能 有可能是负的更多 而且有可能中国的失业人口 要突破2亿人 这也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也一样的 美国的失业人口 现在已经超过2000万人 可能还有很多人 是挣扎在这个贫困线的上下 他是这个当一天和尚撞一天中 有上对没下对 很多人是这样的 所以说美国的经济也受到重创 现在川普总统要重启 这个美国的经济 现在看起来 重启的这个动作 是雷声大 有点小 为什么呢 因为疫情还没有结束 你必须等到这个疫情结束 大家赶出门了 你再跟我说 这个经济可能会重启 现在说的话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表态 就是说 现在可能 这个疫情已缓解了 我们要做好这个重启的准备 它可能是一个准备工作 但是真正什么时候重启 第一 要看这个疫情的情况 第二 要看各个州的州政府的 这个他们的作为 这次的川普的演讲 也讲得很清楚 把更多的权力给各地的州政府来处理 来决定 如何的某种程度的部分开启一些经济 美国通过这个不停的印钱 不停的放水 现在是超过两万亿美元 未来可能还会更多 这种情况下会造成美元的货币的超发 大家都看到全世界都在跟风 必须要跟着一起在降息 一起在这个印钱印钞票 那最后结果就是全球的这个大放水的一个后果 所以我就叫全球的大洪水 是不是已经来临了 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最后我们可能看到就是全世界的这个货币都在大幅度的贬值 当然美国可能情况会好一点 因为美元 这个美钞 它是全世界的这个储备货币 而且它是石油货币 叫petral dollar 它能够坚持 就不会有大的贬值 在美国至少 可能不会有大幅度的这种物价飙升 但是在其他国家就难免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办 实际上在之前我做节目的时候也聊过 我讲过就说在投资上面应该有注意那些事情 应该投资哪些比较安全的东西 我之前讲过 而且我对中国的经济总体来讲 也是做了好几期节目来分析 我会把这些连接放在这个屏幕的右上角 大家可以在这个节目之后可以点进去看 那么我今天想补充几句 我在这里边说三点吧 我觉得第一点可能就是 我们一定要有储蓄 一定要有现金 这个时代可能就是现金为王的时代 因为现在是全球的经济的低谷 所有的国家的经济活动都已经暂停了 这种情况下 你是不是能够有固定的收入 你是不是有一定的储蓄 能支持你的生活 这个就是很重要了 所以说现金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你必须有现金 你才能够去花费 这个现金不是说你放在储蓄账户里头 一直放着到后面的话肯定是要贬值的 我说这个现金的目的有这么几个 第一你要生活要用的 万一你失去工作怎么办呢 对不对 万一你被裁员了怎么办呢 你一定要有储蓄 一定能够支持你的生活 这个按照很多人的说法 你至少要有六个月的储蓄 能够维持你六个月的生活 第二就是你这笔钱是用来干嘛呢 除了维持生活以外 还有就是减少债务 比如你欠了很多钱 你有车贷 有房贷 你要去还这些钱 就是在你可能没有固定收入的时候 或者收入减少的时候 你至少有钱去还债 不会这个债务越积越大 最后到了这个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 特别是你的信用卡 这么高的一个利息 你一定要能够还得了 能够维持一个minimum的一个payment 一个支付的一个最低的要求 当然现金除了这两点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你能够趁着所有东西都那么便宜的时候 能够抄底 我会把一部分现金拿出来 在最近这大概一两个月两三个月 可以慢慢的我会投入到股市里边来 因为它是已经跌落低谷的时候 它会慢慢的增长上去 当然了我不是说今天就是已经低谷了 明天可能这股票更低 后天可能更低 但是至少你甚至看这些所有的这些公司的股价 现在都是under value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买啥都是很便宜的 都是低于它的价值的 那你肯定是最终会赚钱的 如果它慢慢的会涨上来的话 这个时候是抄底的时候 如果你没现金 你就没有抄底的资本了 所以说为什么说现金为王 现金为王就在这呢 我们看到巴菲特就是最好的一个案例 他到今天为止 有一千多亿美元的现金在手里边赚着 为什么他不花出去 要留这么多现金 要攒这么多现金呢 他要看这个疫情的结束快结束的时候 或者说整个经济慢慢重启的时候 他的股价一定是从最低股反弹上来的 这种情况下 他如果抄底的话 他在08年时就这么做的 在这种经济危机快来临的时候 要有现金到时候你可以买什么东西都很便宜的 如果你在08年这个次贷危机之后 在美国买了任何一套房 基本上后面几乎可以说是大赚的 甚至是翻倍的 跟你这个价值的增幅比起来 你还了一点贷款或者是物业费 已经不算什么了 第二点就是如果你要是进行抄底的话 我这边有一张图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图上面就讲到了说 在经济周期在每个阶段应该投资什么样的一个类别 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个熊市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第一个跟你三个 第一个就是消费类的这个股票 还有就是健康类的 这个医疗类的 当然消费类的现在并不是适合的 因为大家都不出门了 这个疫情是一个特殊情况 然后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牛市刚开始的时候 是第八和第四 第八是这个交通 第四是金融 然后第五呢 是这个科技类的 这是在这个牛市的中间部分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图表 我觉得这个图表还是能够反映出 某些常识的 就是在投资上面 在每个不同的周期的不同的阶段 应该投资哪类的股票 这个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当然你也不能完全的严格的按照这个图表来执行 它当然里边也有一些个股的差异 还有就是你要考虑到有些股市要是分红股 可能会你可能更重视一些 因为它有比较高的分红 对你来说也算是一个收益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除了你有现金有储蓄 除了你能够支持自己生活 能够有资本去抄底 在股市最低点进行抄底 能够大赚一笔 像巴菲特那样的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体量 但是至少你能够挽回你之前的这些损失 除此以外最后一点就是 我觉得投资最重要的就是投资自己 投资自己的知识 比如说我们现在困在家里头 我们就可以学一本外语 看几本书 对吧 能够增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锻炼自己的技术 在某些领域的技术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之前很早的时候 在16年的时候 我在之前的公众号文章里写了一句话 就是投资什么都没有投资自己最好 换句话说就是投资自己才是最好的投资 因为投资自己是实实在在的 能够帮助你自己提高自己的水平 提高自己的能力 哪怕是你觉得这些提高的能力 暂时是没有用处的 但是它也仍然是有价值的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天我还在看日语 我也想再锻炼一下我的日语能力 就是趁着这个在家里边被隔离的时候 趁着现在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 可以多看几本书 可以多学点技能 这期的公子快报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